白天有太阳,晚上有月亮,这是很自然的自然现象,但是我们可能都没有想过,其实我们常见的月亮并不普通,天文学家们甚至认为它是太阳系最奇葩的存在。 之所以这么讲,原因只有一个,就是相对于地球来说,作为卫星的月亮实在太大了,月亮的体积是地球的四十九分之一,质量是地球的八十一分之一,这样的比例的整个太阳系八大行星中独一无二,因为其他行星都没有比例这么大的卫星。 太阳系有卫星的行星有火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和海王星,其中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卫星都很多,木星和土星都有六十多个卫星,天王星已发现二十九个,海王已发现十四颗卫星,火星有两个卫星,但是所有的这些卫星中,像月亮和地球这样大比例的却没有, 因为其他所有行星的卫星,都不超过几质量的千分之一,然而月球却达到了地球的八十一分之一,这让天文学家们十分诧异,一直都对它的来源也非常好奇,至今也没有形成被广泛认同的月球起源之谜,目前获得的较多认同的月球起源说是行星撞击说,持着种学说的天文学家认为,太阳系内曾经还有一颗行星, 它的名字叫做伦吉亚,质量和火星大小差不多,科学家推测称这颗行星与地球发生碰撞后,才形成阶级的月球,该行星可早以前与地球发生碰撞,但与地球撞击的时候,并非正面迎头相撞,而是角度很倾斜,将地球的一部分都撞了出去,并且形成了地球的自转和地球的偏转,撞飞的大量物质, 现实被地球的外太空,形成了一个行星环,然后行星环的物质逐渐凝聚,渐渐会积在一起,清空了地球的行星环之后,才形成了现今的月球,不过也有很多科学家不认同这种学说,甚至不少人怀疑月球是外星人放到地球附近的, 因为它对地球的生态环境起到了很大的利好影响,这也是科学家们认为它神奇的另一个原因,首先它可以清除地球轨道附近的小天体,比如小行星,彗星等,这可以减少地球被降大的小天体撞击的几率,是的地球生命物种,获得时间较长的演化阶段,比如地球被直击5公里上下的小天体撞击的几率, 大约几千万年才有一次,这就使得地球生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放发展,不然的话是不可能产生高等级生物的,再就是,月球能引起地球上海洋的潮汐活动,增加水的流动性,同时它也能引起地球大气层的潮汐活动,增加地球大气层的流动性,而且它还能在夜晚给地球增加光亮,将一些动物在夜晚也可以活动, 总之,它对地球生态有着很好的调节作用,对生命物种的生存感免进化也有着极大的帮助,所以月球的存在,对于地球的生态环境来说,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,它的存在真的很神奇,但目前我们也只能说,它的存在是一种自然界造物的巧合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